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锅中收开水 放入一手盐和食用油 放入西兰花焯水一遍 焯水至断生 捞出摆放至碗中 把西兰花的花瓣朝下摆放 西兰花扣上一个盘子翻过来 大蒜拍碎 然后切两末 小米椒切碎 起锅烧油 放入蒜末 小米椒炒香 加点生抽 蚝油 水变色 熬至浓稠 汤汁变浓稠后 出锅 浇入西兰花上面 一道美味的蒜香西兰花就做好了 吃起来蒜香可口 健康美味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